小酒馆里二三十人混战 场面一片狼藉 呼喊声入骂声震耳欲聋 扔啤酒的扔啤酒 持续了好几分钟 有的甚至连衣服都被扯破 楼下听见喊了 然后我就上去看了一眼 就喊了一声 老板娘听到声音上楼 吵闹打架声太大 她柔弱的声音 根本制止不了这群疯狂的人 只能选择报警处理 打了好多啊 谈着吧 那凳子呀 连脱步都给我打碎了 打架的事情已经过去四个月 老板娘对此事还是记忆犹新 房间里的桌椅餐聚碎了一地 导致她损失惨重 都是我们家老公 他们平时都挺好 两个都挺好 那天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喝酒了呀 两桌应该都是喝酒了 据老板娘所说 两边的顾客经常来店里吃饭 双方都点了酒水 而且之前也并没有交际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就打了起来 随后民警赶到现场 受到的几人躺在地上 声称自己受了重伤 民警拨打了120 将手上的人全部送至医院检查 接近是凌晨一点多 场面比较混乱 地上一片狼藉 有很多部分人员受伤 人头部受血 人员中的是肋骨骨折 最重的是法育鉴定 轻伤二级 还有几 三名人员是轻微伤 几名大家斗殴的人 部分都受了轻伤 其一没参与的人 也有不少刮痕 民警将所有人带入了派出所 一共十几个人 也就是一箱白酒 你喝多少当时 五六两 医院待了两天吧 叫朋友生日聚餐 生日聚餐双方都喝酒了 据嫌疑人处谋陈述 因为是朋友的生日 大家都十分兴奋 当晚十几人喝了一箱白酒 平均每个人至少五六两 所以也比较上头 都是刑事拘留 这个侦办的是刑事案件 你就是转的 升级成刑事案件 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 陆续会有其他嫌疑人到案接受处理 法医鉴定伤情 民警将此次事件判定为刑事案件 情形严重的全部拘留 其余人员陆续接受处理 目前警方已抓捕七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一方平均人员比较小 是二十岁出头 另外一方呢就是三十多岁 年龄都不大 双方一边是生日聚餐 一边是公司聚会 一方年龄二十出头 一方年龄三十多岁 怎么莫名其妙就起冲突了呢 据楚某说 当时是为了争厕所 才发生了冲突 八二楼只有一个厕所 而且特别狭窄 双方有了肢体接触后 就产生了误会 这才出现过激行为 毕竟过去拉架的 拉架后来 你拉架必须也就肢体动作 他是上前拉架的 结果因为一些肢体动作 被对方误以为是打架 被打几下后就还了手 此时越闹越大 小酒馆两桌客人产生火拼 部分人员头部受伤 身上出现明显血痕 明镜赶到后双方已经分开 但受伤的人却躺在地上嗷嗷大叫 据民警所说 酒馆里只有一个厕所 急着上厕所的人催促了两声 使用厕所的人就飙脏化 从而引发了一场冲突 目前清明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从警方获取的监控中可以看到 不少嫌疑人捡起了酒瓶子椅子以及餐具 围在一起殴打的人拳拳倒肉 十分激烈 喝了点酒吧 也喝多了 其实本意是好的 以拉架目的去的 去了但是 你毕竟去了 你想拉他们 对方有可能说以为你也过去发生冲突了 他们一先打了我 后来我就开始关心 一群人本来是在房间里有打 最后因为有人后头有打到了外面 全家的不得已也跟着打了起来 房间变得乱七八糟 他们也为此感到十分后悔 后悔大伯 本身不是多大的事 参与的人数多了 这不好处理 目前七位犯罪嫌疑人 因酒后滋事已被刑事拘留 酒精此金养悲剧 就会前悟过度放纵